传说,在黎山和秦始皇林五十米以下的地宫里,有一条长一千米的水道 每到阴天下雨的时候,那里就会发出各种声音 马叫声,铜铃声,人的吆喝声,还有流水的声音 好像是秦始皇在九级露台上指挥着千军万马 为他被歪曲的名声喊冤叫躯 大家好,欢迎来到宽伦局 2200多年了,人们一谈到秦始皇就会有一整套标准的模板 冷血、残暴、交涉引逸 但是近年来随着考古不断有新发现 有些词貌似不太符合这位千古异地 秦始皇林位于西安市临桐区的东郊,离山北面 整个陵园的规模非常大,相当于80个北京故宫的面积 西北大学的段清波教授,当时是考古发掘队的队长 随着随藏墓和陪藏墓的不断发掘和研究 关于秦始皇的六个疑问逐渐被一个一个地打开 他发现秦始皇并不是史记中描述的那样 而是一个很有情怀的皇帝 秦始皇是长什么样子呢?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拍照和摄像技术 也就只能找一下那时候传下来的文字记录 我查了一下史书中的相关记录 诶,史书上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描述 在史记里,魏辽说秦王这个人长着像马蜂一样的鼻子 鸡胸,说话的声音和柴狼一样 这评价简直了,把秦始皇写成了一个丑陋,猥琐的小人 而在太平预览里借用的河图里的描述是这样的 高鼻梁,大眼睛,鼻子口方,身材高大魁梧,身高接近两米 这妥妥的就是一个伟岸英俊的英雄形象 两种描述的差别太大了,不好确认到底哪个更接近于真相 于是我又去找了秦始皇的画像 第一章是我们比较常见的样子,霸气威武 第二章就很少见,温文尔雅 而第三章,胡须炸裂,眉毛倒立 这画像和文字记录都各说各的不统一 那有没有可以参照的形象呢 最近,有研究人员从秦始皇陵的随葬坑里 随机选取了两个头骨,进行了三维立体复原 一男一女 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复原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研究人员推测,男的应该是秦始皇的一个儿子 女的是个妃嫔 这个王子的外貌看起来有点眼熟 跟电视剧《大秦复礼》扮演秦始皇的演员张鲁怡非常像 难道秦始皇真的长得跟这位演员张鲁怡一样吗 现在还不能确定,清零的地宫还没有挖开 秦始皇还躺在他的铜棺里,我们没法看到也不能确定 但是,从复原图来看,应该长得不像史记里描述的那样 而且,很多的考古新发现,也和史记里的描述不太一样 史记里说,秦始皇刻薄少恩,虎狼心肠,穷困时理先下市,得志时过河拆桥 秦始皇真的是这么冷血残暴吗 段清波教授结合了很多史料,分析了史记里的这种说法,有很大的出入 秦始皇13岁登基,50岁去世 在这37年的时间里,从他的待人接物来看 他应该算是一个英明果敢的领袖人物 是一个从善如流,广纳贤财的皇帝 丞相李斯来自楚国,水利专家郑国来自韩国 他们和东方六国的很多贤财,都在秦国的统一大业中各显身受 而这些人作为开国功臣,在建国后都受到了尊重 并给予了至高的荣华富贵 在秦始皇的任期之内,他们都得到了应得的一切 这在以后的历代皇帝中是很少见的 赵匡印黄袍加身建国以后,为了清楚潜在的威胁,杯酒士兵权 一杯酒,让所有的功臣都告老还乡,回家种地养老去了 而在秦朝之后,建立西汉王朝的刘邦更是心狠手乱 建国之后不久,就基本巴西那些开国功臣杀得差不多了 韩信、英部、彭越、藏察都死于非命 和这些后世的开国皇帝相比,秦始皇不但没有杀开国的功臣 反而给予了高官后路 从这一点来看,他应该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 那么说他残暴、尸杀成性,有可能是真的吗? 焚书坑乳的故事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了 秦始皇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恶人形象貌似势必坐实 但是这其实是一场冤假错案 憨非子何时里说 早在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就颁布过凡师令 凡就是烧的意思 这样看来,焚书这件事情并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还有,焚书坑乳的故事在西汉初期的时候并没有流行起来 仅仅说是焚书,并没有坑乳的说法 在很多的文献里说的,也是坑杀了460多个术士 而这些术士不仅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和钱财 还在国内散布谣言,蛊惑人心 坑乳的这个桥段是在西汉的后期 也就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书的霸出百家都尊乳书的建议之后 那些春风得意的乳学书生们 有意把原本简单的一件事情悲情化 歪曲成了活埋如生 在情侣中,有一些刑法确实很严酷 除了死刑以外,还有一些肉刑 死刑包括七种,每一种都让人头皮发凉 脚刑,削手,腰斩,车裂 还有折就是分尸 鹿就是侮辱尸体 气势就是在闹市区斩手 足刑,竹三租 俱武刑就是对英储足刑的主犯 同时施以精刑,鼻刑,斩尺等肉刑后再处死 通过变法让秦国走向强大的商鞅死于车裂 五马分尸,身体和手脚被分架,血淋淋的 而辅佐秦始皇成就霸业的李斯 被赵高谋害,被当街腰斩 兽刑被斩断了身体之后,没有马上死去 他用手站着鲜血,写下了七个字 残,残,残 这样人们对侵法的残酷非常害怕 肉刑主要是进行肉体伤害的刑法 有精刑,在脸上刻字 异刑,戈壁毁容 月刑,砍去腿或者脚 弓刑,破坏生殖器 这些肉刑也很瘆人 光听名字就让人后背发亮 秦律秉称的是法家的思想 从人性本个处罚来制定的 杀一精百威慑是他的主导思想 所以很多的处罚都很重 在以后的朝代中,很多的刑法都被废除了 但是制定法律是一个方面 执行法律是另外一个方面 秦法真的有这么残酷吗 1975年12月 在湖北省云梦县睡地虎11号墓里 出土了1.7万字的主检 墓主人是一位秦国的地方法官 这些主检都是他抄写的法律文书和参考案例 从这些主检里的内容来看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动不动就要满门抄斩 而是比较人性化,罪罚分明 这一条是说 如果丈夫偷了一千 妻子藏起来三百 妻子该怎么定罪呢 回答说是 如果妻子知道丈夫是偷的钱 还藏起来 应该是以偷三百来处罚 如果不知道的话 就不要追究 另一条 假偷钱买私线 既存在乙那里 但是乙不知道假偷钱的事 乙应该怎么处置呢 不应该论罪 从这两条法律之行的解释来看 朱连是由犯罪行为才会有的 不会是无中生有 除此以外 秦法里面对于社会道德行为方面也有一些约束 如果有人在大街上杀人伤人 但是周围的人袖手旁观不去援助的话 在百步距离以内的人要重罚 上交两幅假的钱 看来秦法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严酷 可能当时的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了那些死刑和肉刑上心有余悸 同时呢 秦始皇大清土木不仅修筑了万里长绳 还修建了那座传说中顶级奢靡的鹅旁宫 但是鹅旁宫真的有这么奢靡吗 杜牧在鹅旁宫复里是这样写的 六国灭亡 天下统一 秦始皇派人把鼠山上的树都给砍光了 才盖起了鹅旁宫 占地面积超过了三百里 亭台楼阁高耸 直打云天 遮天蔽日 而司马迁在史记里是这样说的 鹅旁宫的前殿是秦始皇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 东西长693米 南北宽116米 而总面积达到了8万多平米 是一个万人大广场 据说里面藏了很多的绝世珠宝 其中就包括隋侯珠 传国玉玺和十二同仁 可惜 项羽后来一把火就把鹅旁宫给烧了 三天三夜才烧完 这些国宝也就都不见了 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但是段教授和他的考古团队 在对鹅旁宫的遗址 进行了详细的勘查和发掘以后发现 这座传说中跟天上的宫殿一样复礼堂皇的宫穴 可能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史记中的记载有可能是假的吗 那如果是这样 那就太不严谨了 在钻探的过程中 在航土的台积上并没有发现琴带的东西 里面也没有发现建筑材料中必不可少的砖石材料 比如说瓦当 因为如果是大火烧毁的 烧没了的是门、家具、房梁等木制材料 砖石是不会烧毁的 还有宫殿的基础石、教学和排水设施也没有找到 更重要的是考古堆没有发现火烧的半点痕迹 比如红烧土、木炭等等的遗迹 段教授又仔细研究了史记里的相关记载 里面说 公元前212年 秦始皇征集了72万人来修建鹅旁宫和秦陵 两个工地可能是平分了这些人工 但是仅仅两年以后 秦始皇在最后的一次东旬中 病死在了河北的沙丘宫 秦二世胡亥就紧急抽掉了鹅旁宫的人 去加紧修建秦始皇的陵墓 一去就是7个月 直到秦二世元年4月秦始皇临才完工 理论上 在这段时间里 鹅旁宫是出于停工的状态 秦二世三年8月 权臣赵高叛乱 挟持着当朝皇帝胡亥到了望鱼宫 并逼迫胡亥自杀 秦二世死了 鹅旁宫自然也就停工了 这样来看 鹅旁宫的施工时间前后不到三年 那时候并没有现在的大型机械设备 全靠人托肩扛 在三年的时间里 修建秦现在依存的这个 54万平米的夯土台已经很不容易了 它的面积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10万平米 而且最大高度在12米以上 相当于现在的四层楼那么高 当时要向建成高耸入云的大楼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是不太可能的 另外 鹅旁宫的名字也印证了这个结果 史记里说 鹅旁宫还没有建成 一旦建成以后 就会起另外的名字 鹅旁是个临时的名字 所以世人都叫它鹅旁宫 原来这个在各种史书上都被看作是 加速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 其实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秦始皇白白背了2000多年的黑锅 其实以上说的鹅旁宫也好 酷刑也罢 都有可能是后人借妖魔化秦始皇 来劝谏当代的皇帝要亲民 要节俭 不要大清土木 劳民伤财 这样看来秦始皇并没有那么残暴 也没有那么奢侈 顶多就是一个工作狂 每天批阅120斤的奏折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应该是做过的 传说 由于舍不得他打下的万里江山 秦始皇45岁左右的时候 特别的迷恋长生不老术 还听说海上由蓬莱方丈 营州三个岛 是神仙住的地方 那里又不死药 吃了就能长生不老 于是借着秦始皇的这个需求 很多的狗和之徒 就看到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长生不老的方法 但是最后都失败了 没有效果 这些江湖术士 因为知道自己在说谎 害怕受到秦法的惩罚 就四处散布 污蔑秦始皇的流言蜚语 后来秦始皇知道了这些真相以后 非常生气 就把这些术士400多名 一起扔到坑里埋了 就是前面说的坑乳 但是有一个人逃跑了 他叫徐福 徐福说海上有仙药 秦始皇就给了他一大笔钱 并让3000名的同男同女 跟他一起乘坐着豪华的楼船 到东海里去寻找仙山 但是徐福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传说他拿着秦始皇给他的巨额钱财 跑到日本享清福去了 其实在历史上被妖魔化的皇帝 不止秦始皇一个 王莽曹操也是被妖魔化的一代枭雄 只是因为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皇帝 而且建国时间又很短 就成了很多的后人劝谏当朝皇帝的一个反面教材 而真实的秦始皇并没有那么残暴 有可能只是跟被成为中国古代摇滚的秦枪一样 铿枪有力 干活很卖力而已 现在秦始皇陵的帝宫还没有打开 等到一旦打开 也许就能看到他的真容和那些被丢失的国宝了 而那些关于他的秘密 也许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最后昆仑语录 秦始皇是一个值得我们去还原 去真实面貌的千古一地